台湾从去年的旱灾到今年超强寒流 加上美农大地震导致严重的伤亡损失 天灾难防 如何做好防灾救灾的工作是更显重要 为此台中市政府这天是选在雾峰的921地震教育园区 来进行复合式灾害演练 市长林嘉龙也特别前来视察 消防局特别设计25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并且邀请来宾以走动的方式观摩 让各单位更加熟悉每个演练的步骤 做好全方位的应变机制 演电开始 在指挥官口号下灾害防救演习正式开始 有感于台湾近几年来天灾不断 尤其是之前美农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损失 为此台湾市政府这一天选在921地震教育园区 举办复合式防灾演练 让灾害来临时能够有效应变处置 这个地震园区过去因为921之后造成了伤害 那借由这次演习 大家可以未来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可以事前做到防灾减灾 而在灾害发生时候 可以很有效的来救灾 而救灾要能够成功 必须要政府跟人民一起来合作 搜救队员在倒塌建筑当中 利用生命探测移搜寻 利用机具破坏成功救出受困的民众 演练在倒塌建屋中执行搜救的状况 假想灾害发生时可能的各种状况 这一次设计了25种演练情形 除了政府单位之外 民间、学校以及非政府机关也加入演练 要让防灾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921地震园区刚好是地震的一个博物馆 那有很多实际的情境让我们救灾人员实际在这边来运作 那这一次参演的单位都是我们尤其救灾地震救灾这些同仁呢 这次都到0206地震台南去支援过 所以把这些同仁从他的救援经验 再以这个实际操作情景做这方面操作 而且由我们民间团体、政府机关所有的力量共同来参与 包括地方政府、台中市政府、中区的中商头共同治理的这个平台 还有中央部会的力量共同加入这个演练 有别于往常的演习 这一次采取走动的方式平和演练进行 因应不同场所设计各种演练 消防局也表示 结合这一次参与美农大地震救灾的经验 让各单位在遇到灾害发生时能够充分准备 将伤亡损失降至最低 接着陈昭安台中采访报道